政府下年度推出15幅住宅用地 又会研究将东九龙区5幅商业用地改划做住宅用途 密地建屋是历届政府的重中之重 财政预算案说下年度会推出15幅住宅用地 预计可以建大约6000个单位 连同铁路物业发展、私人发展和市建局等项目 预计全年的潜在土地供应可以建大约16500个单位 政府有研究将东九龙区5幅商业用地改划做住宅用途 如果证实可行,今年会开始改划程序 初步估计可以提供大约5800个私人房屋单位 消息指全部在启德 商业用地有3幅 预计可以建大约48万平方米的楼面面积 至于各个新发展区的进度 东宋东田海工程首两批房屋用地 已经交给房委会建公屋 首批大约1万个单位三年后入伙 古洞北、粉岭北发展区 首批公营房屋也可以在2026年提早一年入伙 元朗南正是开展法定规划程序 首批公营房屋2028年落成 最新预测本年度起的5年之内 公营房屋总建屋量一共大约10万1千几个单位 私营房屋方面,2021年起计5年内 每年平均有超过18000个单位落成 比起过去5年的平均数增加大约半成 老师电视记者,刘俊玉部导